大家都知道,明星接多了综艺节目是会影响演戏的,因为在看剧的时候容易出戏,所以,很多大牌明星为了保护口碑,很少会上在综艺里担任常驻MC的,比如赵丽颖,杨子这两位娱乐圈的顶级流量女艺人,大家就发现,两人很少会参加真人秀节目,这就是他们俩爱惜羽毛的表现,黄子涛毫无疑问就是其中一位, 因为近日,他还晒出了自己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的对话,大家发现,黄子涛并没有搞懂节目的具体内容,刚开始还以为是狼人杀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,黄子涛最后还表示,如果自己在节目玩得不好,还希望大家尽量不要骂他,杨子是大明星,一般他会关注谁会有很多粉丝关注着,毕竟大家平时也不会突然关注某人吧,肯定是有了交集才会这样做,而杨子近日就就突然一口气关注了很多人, 从导演吴童到明星孙宏雷,纳英,沙翼,黄子涛,宋亚轩等等,粉丝们都看萌了,杨子为何突然关注这么多人了呢,这一点大家是否好奇,仔细一调查,发现都是前段时间网传的萌判判判案的女妖嘉宾,都对上了,这杨子从侧面再官宣嘉宾阵容吗,粉丝们都看萌了, 再加上最近真有路人拍到了杨子录制萌判判判案的路透照片,那么这些新增关注就有很大概率是常驻嘉宾了,粉丝都哭笑不得了,杨子的憨憨行为感觉像是帮节目组提前官宣了呢,再加上之前路透里还出现过的杨迪,基本上就是参加录制的,所以嘉宾了。 不得不说杨子的新增关注,真的有帮助到粉丝们了解这档节目,有哪些明星会来呢,粉丝们都纷纷给被杨子的做法惊讶到了,那么,你对杨子的这档新节目怎么看呢,欢迎留言讨论哦。